自从八八分机在清明上和图之翼完成任务之后 长官们终于对我对刮目相看 原本以为会被颁奖 没想到那天被大队长教进他办公室 竟是交办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祭司组长尼本坚 近日居然将贩毒起出的脏物 拿去和黑道交换成黄金 私藏起来 虽被督察监听逮捕 却坚持不说出金条下落 刑士组将他催眠之后 从梦话中得知他将大批黄金 运进了故宫珍藏的复春山居途中某处 干员们用百倍放大镜找了半个月 却啥也没寻着 况且就算找到了 又怎么运出来呢 大队长的意思 就是要我带人进入这幅途中刺探虚实 并想尽一切办法把金条运出来 否则我的年终和升迁就泡汤 事不宜迟 我立即打电话给尼本坚的弟弟 哲学家尼本华 向他请教进入这幅画的方法 尼本华探道 自从皇宫望画了这幅复春山居图之后 不知有多少人把金银财宝 珍珠玛瑙都藏在这幅画里头 这也就是江湖和朝廷近千年来 不断在寻找这幅画的部分原因 期间甚至有人几乎烧了这幅画陪葬 原因就是想把这些金银财宝 带到天堂去享福 至于怎么进去和出来 尼本华摇头道 复春山居图是个封闭的世界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哥哥怎么搞的我可猜不出来 在罪证确凿之前 他也不可能承认或者告诉我们的 那难道这个案子就变成悬案 我的年终也就泡汤了吗 我着急地问 唯一的机会 尼本华达就是利用即将发生的 圣山眷和无用诗眷 在台北故宫合并展出的唯一机会 在双眷合并之前的那一刹那 从裂缝中攥进去 之后在展览闭幕 两卷分开之沙逃出来 换句话说 你们需要带两周的粮食 我们一级形势 如此这般的 就在两画合并展览的当天 趁乱挤进了山居图之中 将这山水画中原本的八个人 变成十一个人 我们知道必须要咒服夜出 白天躲在山洞里 或是树后头工作 否则被参观的人群发现 肯定要说这是一副艳品 那我们就罪大恶极了 这幅图其实是黄公望一生的写照 从右到左 借着画卷缓缓铺陈 从出生到任养 从神童到下狱 从出家到补挂 最终在晚年 平静地完成了这幅矿石巨作 虞桥江主 笑看秋月春风 我等进入之后 原本希望能顺便欣赏 巧夺天宫的富春山画景 结果却感受到黄公望内心的成长 挣扎与平静 就像富春江的江水 时而波涛汹涌 时而平突直续 时而曲折湍急 时而水波不惊 简直就是作者的生命之河 或是他一生起伏的心殿之徒 我们顺着生命之河一路摸索 探照每一个树洞 拨开每一颗大石 但是两周下来 我们能够找到的 除了黄公的心情跌宕起伏 什么宝贝也没看到 黄金会不会是沉到江底 或者在巨寿看管的洞穴中呢 我们潜入江中深处 也冒险闯入寿穴 却没看到任何黄金的影子 眼看展览即将结束 我们唯一能够离开这幅画的机会 也即将到来 灰头土脸一无所获 正打算施展最后手段 以爆破方式侦测阵波 找出深埋的黄金所在 当一切就绪时 手机响了 打来的正是你本间 他说你们不必找下去了 别再破坏我的家园 我早就把那些黄金 和画中一位神秘的老走交易 换得了这幅富春山居图 也就是你们身在的地方 那老走在哪 图又在哪呢 我忙问道 老走神出鬼梦 他是人 是仙 是鱼 是兽 我都不知 至于那幅画 就是你现在身处的世界 如果你向他赎回黄金 这个世界就会属于他 你们就会在画中 永远回不来了 想清楚后 再决定怎么做吧 事件结束 我们三人站在大队长面前赴命 告诉他黄金已经找回来了 就是这幅国宝名画 至于你本间情急之下 被我们测漏的这通电话 可以当作逮捕他的证据 没看到黄金 大队长难掩失望之情 当他听到 我们如何保住这幅国宝 也觉得像天方夜谈 唯一稍感欣慰的 应该就是你本间的那通电话录音吧 但那神秘老走 究竟是何人 他一话多卖 把所有的钱财都搜刮到哪儿去了呢